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书问带来的道套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来看一下基辅特锦赛小组赛第二轮比赛 那么VGGO对战IGVBO3第二场 第一场比赛当中IGV其实是在前期 中前期还不错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是痛失好局 自己也是没有能够把这个优势保持下去 最后这个还是翻车了 被对方的一个霸气无解肥的一个地霸师给打翻车了 这场比赛IGV果然是拿出了卡尔给拒绝者 而且是在前两手的拿了 因为你前两手不拿的话结果肯定是被对方搬 这场比赛VGGO一手抢掉亚巴顿 第二手在看到对方拿小强加卡尔以后呢 也是直接拿出了剑胜 小强加上卡尔面对对方的这个亚巴顿加剑胜 好像还真是有点不太好杀 VGGO选择是在三四手搬掉的小狗和TB 那么现在Skada去打一号位的话 VS已经被搬了 所以现在不存在Skada去打一号VS的可能性 那么这场比赛一号位Skada应该有可能会考虑去打一号位的火猫的可能性比较大 IGV先是拿了一个冰女 拿出了冰女 IGV这场比赛的搬人也比较有意思 他在第三手搬了一个帕格纳 那这场比赛应该是准备走一个纯法系路线 纯法系路线的话Skada可以打一个一号位黑鸟 一号位的黑鸟配征担的卡尔其实并不是不能打 冰女 小强加上冰女 黑鸟 三号位的位置上这场比赛军团其实还在 军团是可以上的 除了军团 而且军团是一个比较好打亚巴顿的点 就是一个大领刀贴上去然后开一个大 开一个大决斗一下亚巴顿 然后接一个天火 这样可以直接把亚巴顿给秒掉 不让他开出自己的大招来 但是IGV选择是在三号位的位置上拿了一个兽王 Dogfast的四号位小强 确实小强这个英雄配合卡尔的话不需要打三 他只需要有一个破影机 有一个穿刺 有一个抽篮 加上卡尔天火就可以了 这伤害就够了 有观众在问敌法师为什么翻盘这么厉害 敌法师这个英雄他主要还是刷钱快 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 然后在团战的时候 由于他自带blink这个技能 所以他可以不用出位移装 由于有一个魔法护盾的技能 他可以不用出 就是在对方的物理输出还不是特别强势的情况下 可以不考虑过早的出肉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敌法师这个英雄 他在带线牵制方面 就是比较容易帮助队友形成多打少的这种局面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好处 因为第四手拿人现在犯愁了 他拿一个赏金出来的原本的目的是为了去逛对方的这个小强 你现在认为对方是一个三号位小强 去逛这个小强 不让你小强进行过多的一个游走 但是这样比赛IGV突然间在第四手拿了一个兽王出来 这VG狗一下就能受了 还有一个比赛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上一场比赛 这个蓝猫跟沉默这两个点 太被敌法师克了 还有就是上一场比赛 我说错了一个地方 就是在最后的那个冰眼的那个道具 冰眼跟敌法师的这个技能 现在是可以叠加的 好像据说是7.0改的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给漏掉了 以前这个敌法师的法律障碍 跟冰眼是不能同时出 同时出了的话就会被覆盖掉 现在是可以同时出了 所以这个在最上一场比赛的这个结尾 也是犯了一个错误 后来在结尾的时候 我也是去测试了一下 这个有的观众可能没有看到最后 那么在这场比赛开头给大家说明一下 VGG在第四手拿了个Lion 还剩一个中单位 中单位考虑Freeze的英雄池的话 IGB可以考虑半个火猫吧 Freeze的TA我印象不深 而且这样比赛GV这个阵容 其实并不怕TA 有兽王有冰女的情况下 TA的这个折光并不能够 行为一个有效的技能 有效的一个保命技能 Freeze的TA我印象不够 对手的搬人方面VGGG选择搬了一个死问 防了一手Ska的死问 IGV 猴子打卡尔这个 呃我是不知道Freeze的猴子打的怎么样 反正长防守这英雄打卡尔确实是好打 这个倒不假 IGV最后一手一号位 搬掉了死问去拿猴子 这个一看也是有备而来啊 IGV最后一手是不是可以考虑拿一个 其实这场比赛IGV如果三号位拿兽王的话 感觉不如拿一个马加纳斯 马加纳斯现在还在场上没有人搬他 IGV最后一手要犯难了 现在Ska比较擅长一号位好像都没了 或者这场比赛还有一个思路 就是拿一个小鱼 拿一个小鱼去给据者去打 然后让Ska去打卡尔 Ska打卡尔打得也不错的 他并不是不能上场 如果要硬让Ska打小鱼的话 卡尔不是比较好打猴子吗 卡尔什么时候好打过猴子 还是怎么可能去好打猴子 猴子这英雄打卡尔在中路随便压呀 随便压卡尔 这边最后一手啊 果然是拿了一个小鱼 但是这个小鱼到底是给Ska打去用 还是给据者去用 现在不太确定 我个人感觉这场比赛可以考虑去给这个 据者去打小鱼 然后Ska打卡尔 这场比赛一样是可以打的 或者是让小鱼去中也行 小鱼去中 然后卡尔去打边 这样也可以 只不过就是卡尔打边的话 升级太慢 但是打钱会快很多 卡尔打优势路 如果自己的队伍保险的话 一般可以达到7分半到8分钟 拿到点金 这个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就是等级会升他稍微慢一些 其实卡尔是一个打边能力很强的英雄 我不知道为什么卡尔英雄大部分人都是选择让他打中 可能是为了去确保他的一个等级 但是现在你放给卡尔优丹 然后或者让卡尔自己的酱油去舍弃经验 稍微保一保 前期帮着卡尔压压人 还是可以去发育的 还是选择给Ska打的小鱼 那么绝者打的一个卡尔 但是这个卡尔将比赛中 要是打猴子的话 这个基本就崩了 前期对线就不要想有优势了 这个猴子打卡尔的话 实在是太好打 还是放了卡尔的中 卡尔这里选择是一个属性装出门 打猴子的话 前期的补给带一定要多带一点 一会应该是要再运一组吃树 另外一个就是打猴子 在前期尤其是卡尔在打猴子 前期最好是买个魔棒 猴子这个英雄前期肯定会出瓶子 然后不断的用自己的标 去耗卡尔的血 前期买一个魔棒还是比较划算的 这场比赛一上来 直接点了一级冰 冰雷卡 冰雷卡的可能性不大吧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他肯定是要走火卡的 他要不走火卡 刀发的这个小强就废了 这场比赛 他们的阵容已经很明确了 兽王加上这个冰女 两个单体长时间的点控 然后再加上小强的一个游走 配合卡尔的天火 来在中前期去 中期去进行一个节奏 这样可以确保自己的小鱼 有一个非常好的发育空间 让对方的人不敢轻易的落单 然后也不敢轻易的去 在自己没有真实视野的范围内 进行一个刷钱 而且是不管任何一个人 都有可能会轻生一个单杀 有这个眼 雪崩了 出门很转 依靠这个地方差的比较早的 这个加点也是赚了一大笔 这场比赛 其实一级的卡尔 直接上来点兵去打猴子的话 不是一个好主意 猴子这个英雄中单的位置 本来他攻就超级高 猴子是一个攻击力 初始攻非常非常高的英雄 他的缺点是初始攻的跨度太大 58到80 这个跨度过大了一点 但是他的攻击力本身还是非常高的 补刀本来你就占劣势 你要是一级再走一个兵龙卡的话 你补刀基本上就没法补了 不过好在初始的这个 初始的卡兵卡的还不错 但是而且兵雷卡前期 就是不说兵雷卡吧 你前期不加火的话 你点这个群鬼盾的猴子更点不动 分队这里跑上来是插了一颗真眼 但是并没有找到对方在真务做的假眼 假眼这个飞之是放在了上边 这个就属于是双方斗智动勇 勾心斗脚的一个动作 猴子这里有一个一级的踢 这个卡尔这个位置要被耗得很惨 这一下里半血没了 少说得半血没了 这里卡一下位 再给上一个 再给上一刀 选择手退半血没了 这就已经 你再上来再给一个踢要死的 卡尔这里果然是选择加了一个火 切出一个火人来 火人加上一个极冷 但是火人加极冷 面对猴子没用啊 猴子二级如果去选择生一个 上路再看一下 这个双方能不能走 一个TP也走掉了 还不错 双方TP也是直接选择TP到了 双方TP到哪 双方选择TP到了一个圣坛 去补一波 中午决者 这卡尔将比赛基本上砰了 前期 二级猴子选择生的是一个 这个弗里斯这个猴子这一波有点强 他选择生的是一个冲锋 没有选择去生神经百变 神经百变这个技能在打卡尔的时候 是一个神技当中的神技当中的神技当中的神技 他可以解掉所有 他可以解掉卡尔的极次冷却 可以躲开卡尔的陨石天火磁暴吹风 所有的技能 然后比赛而且攻击力前期猴子也是占优势占的太明显了 你看那个猴子现在是70加2的攻击力 卡尔是49加3 补刀方面现在卡尔4-0 对方猴子12-6 这个 这个对剑真的是有点没法闹 打不了 这个确确实是打不了 就是卡尔有几个完全打不了的中路英雄 一个是猴子 一个是小鹿 小鹿这个确确实他也是完全打不了 下落现在的一个发育情况 目前剑胜的发育是 87的这个剑胜 目前是全场捕捞第一 第二是斯卡尔的小鱼和对方这个猴子差不多 但是卡尔这个这个正反捕啊 有苦 有苦难言啊 这样比赛真的是 Frez这已经拿到了瓶子 控服方面 如果IGV 两个边路的人不能够努力的 去帮忙控一下神符的话 这样比赛 这个聚业者真的是日子会很难 很难过 而且现在又不像以前 猴子刚刚被开发出来去打卡尔的时候 那个时候好歹卡尔还有一个八级双火人 可以直接去钻野区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做法 现在也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做法了 没有这个能力 你单火人去打野的一个速度 还是差距蛮大的 控一发神符 没有空到 下落神符赶紧给他抢了 这个神符要让他控到一个恢复的话 卡尔就别过日子了 卡尔真的就没法过日子了 现在的这个猴子就已经处在一个 想杀这个卡尔就已经很好杀的一个情况了 分队这里也是过来 但是好在自己的这个真眼 一直是冰女在帮他做文章 把这个冰女一直做的 把这个冰眼 真眼这个地方一直在帮他在控制 这里猴子在往上顶 自己蓝量不太够 蓝量不太够 但是猴子在移动速度方面也有一些优势 没有这个神经百变 弗瑞兹的这个猴子中单去打卡尔的话 对于蓝量的控制上面还是有些问题 前击猴子去打卡尔的话 尽可能耗血是依靠自己的平A去耗血的 就是依靠自己的这个幻影冲锋 冲到卡尔的脸上 A这个卡尔两三下 然后这个时候卡尔会选择一般的选择呢 是会接着往塔后去走 或者给你套一个这个 极速冷却 如果他给你套了极速冷却 那么这个时候马上一个神经百变解掉 然后冲到塔下利用自己的幻象去扛塔 本体继续去输出 如果还有富裕的蓝量 是可以直接把这卡尔追死的 如果没有富裕的蓝量的话 就直接利用自己的幻象 去吸引塔的追历 然后自己本体直接走就是了 Frez对于蓝量的控制上面 还是有些问题这样比赛 没有找到很多配合队友 去击杀的一个机会 其实是可以杀的 猴子打中单打卡尔非常好杀 而且还是在这个赏金 一直在帮他游的情况下 下落RTG这场比赛的发育 并不是很健康 我们来看人家的经济情况吧 6分钟 剑上现在全场经济第一 小鱼第二 猴子第三 兽王第四 卡尔第五 卡尔现在经济只有1700 跟对方的一号位大哥 已经差出了将近1000的一个经济差 三号位的兽王 这场比赛的经济呢 现在勉强说得过去吧 算是 但是等级很差 6分钟还连5级都没有到 一直在被对方逛街的这个 赏金在吃自己的经验 剑上这也到6级了 往前追 赏金 往里走 还发的莱奈也赶过来 这波下面的猪杀了 卡尔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只能选择是利用自己的单魂 去钻野区 三级火 二级的兵 那么现在可以实现一个魂的无限连 对方赏金又逛过来了 猴子这个英雄打卡尔比较难受的是 在这个卡尔等级起来以后 他不太好打这个卡尔 贴身不好贴 但是BKB的猴子 就如果猴子选择在散尸以后 直接做一个BKB的话 这个卡尔就难受了 BKB的猴子开始BKB 强行去贴你卡尔的身 他可以利用自己的神明百变 躲过你第一波技能 或者解掉你第一波debuff 然后当你在准备打第二波技能的时候 他开BKB强追你 拿散尸留住 只要有队友提供了一个反引 或者自己带一个反引 卡尔看猴子的话 基本就是分分钟就躺了 完全挡不住 猴子打卡尔 尤其是出了BKB以后 比这个奸胜打卡尔还要清楚 下走斯卡拉的这个小鱼 低点装备 准备去做一个夹队 然后去看这个意思是要出天鹰界 不对 他好像就出了一个王者界 应该是要天鹰吧 买了幽灵系带在鸟上 还是要出天鹰 毕竟天鹰界这个道具对于小鱼来说 还是比较划算 决者现在这场比赛打到接近8分钟 经济方面距离自己的这个点击手 差点也不是特别多了 由于走的是一个纯的冰火卡 所以前期冰的等级比较高 二级冰的一个回血 基本上算是够用 而且他也没有过多的在线上 去跟这个猴子去偏袭 猴子达到6级以后 再对卡尔 如果还是处在对单的一个情况的话 这个卡尔基本处于一个没法玩的一个情况 猴子这波应该是有想法的 这波肯定有想法的 一个幻象神符啊 幻象神符这两个幻象时间很长 剑上也是杀到一个冰女 冰女在这个位置被包围过来以后杀了 我这里光看着一个幻象神符了 露了一个人头 你看这场比赛 其实聚决者在面对对方猴子的时候 准备很充分 还发在这里一个参赐 卡尔一发天火 炸到 漂亮 这一波是给 聚决者的这个卡尔给蓄了一命啊 马上能够做出自己的点击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 VG狗前期对于聚决者卡尔的一个压制 做的就已经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失败了 他们在前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去压制 不管是从BP方面还是在这里 这好像有无敌斩的 无敌斩出来 加上猴子的一个铁 带走一个冰女 这波小鱼赶到战场 收掉霸气的一个无解肥剑胜 赚了 赚大了 这有一个真眼 看有没有机会去收掉对方分队的赏金 分队的赏金 这里一张TP过来 有没有粉 撒一个粉 收 飘 HP这波血转 卡尔直接是把自己的一个点金手拿到手里面 点一个金 而且是吃一发 正常把自己的状态回满 经济直接是追赶到了第三倍 超过了对方的猴子 那这场比赛 VG哥在前期的BP上的一个压制 拒绝者的这个卡尔在前期兑现的时候 也确确实实是把自己的优劣士的时间 掌握得非常的完美 也不能光说是猴子压制的失败 拒绝者自己在卡尔的这个使用上面 也是相当的到位 这里直接是陨石清病 吃小兰 陨石清兵 然后招火人钻野区 这个是卡尔非常常见的一种 就是刷钱的一个套路 陨石的技能的CD现在比较长 两波兵一个陨石 稍微长了一点点 但是呢 在卡尔有小兰 有云魂类 或者是有一个其他的回血 这里一个天火 炸出来以后 分队这里还差一下 兽王是用自己的一个飞斧 直接收掉 另外跟大家推荐一下 兽王这个英雄 现在很厉害 这个前两天我用过一次 很强势 尤其是他的这个25级天火 加250点野性之斧的伤害 特别特别吓人 这个技能 就是他的这个飞斧 他加的这个250点飞斧 是每一把飞斧的伤害 就是他的每一把飞斧 是加250点 那么也就是说 他这一个飞斧出去 可以打800多伤害 而且是一个物理伤害 物理伤害无视磨免 然后CD呢 在升完了以后 CD只有13秒 然后你还可以升一个12%的CD减少 这个技能伤害特别吓人 就是你那种脆皮 法师脆皮 没有护甲的那种法师脆皮 两飞斧 就是扔出两把斧子 就直接飞死了 而且双这个技能呢 射程是很远的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尸把范围 这个尸把范围是最长的一个 AOE技能之一 超级大的一个刷范围 小强这里开皮 自己在被变养之前是开除了皮 定了一下对方 那么没有机会就形成一个击杀 这里猴子过来找一下兽王 不过这个体格太好 打不死 猴子这样比赛的第一件装备 选择出的是一个飞斜 飞斜的猴子 不听不听飞斜眼睛了是吗 反正兽王这个英雄到了后期 他这个飞斧绝对是大杀器 大家要有空的话可以用点感受一下 爽一爽 所以卡尔准备添火了 应该是 给上一下 一个穿刺 哎呦 还是穿空了呀 小鱼这个地方赶过来 开大直接追啊 开大拉住了以后 看好位置卡尔接天火 这个霸气应该是可以杀的 转已经用过了 蓝也是空的 没有蓝 而且他没有假腿 没法切 只有两个摩瓣 吃两个摩瓣 也不可能够蓝去放大 主要这VR球稳了 绝者的这个卡尔 现在已经做出点金下药装备 准备直接去做一个一仗 没天火 这个伤害 在一个波 漂亮 这套技能连的非常nice 兽王下来 一个大招 吼救了 莱恩 再加上火人的伤害 加招换生物伤害 直接点死 莱恩临死 直接换掉了一个冰女 剑上这里开转 带走了一个卡尔 刀快速落地以后 斯卡拉来到战场 想收割 然后DK被带走 棒子直接被A掉 看看小强子 小鱼两个人 有没有机会去留剑胜 好像是找不到机会留了 小鱼这里跳下来以后 往上追 开一个C 开始点 肩上这里 吃魔棒 开转 斯卡拉开大 给上一个标记以后 开皮 诶 这个皮开的稍微早了一点点 被对方最后的一下转 把这个皮给顶掉了 小鱼开一个C 还是被对方支援过来 Line给收掉 不过离此之间是杀掉 对方一个剑胜 这波Silver的兵女 也是扛不住对方 这几个大哥的追杀 也再次被击杀掉 不过好在这波团战 打完了以后的一个结果 对于HV来说 是勉强可以接受 打成了一波五换四 对方的猴子没有死 但是猴子现在的经济 并不太理想 而且飞鲜猴子的话 短时间内的一个 参团的一个能力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差 VG刚才这一波确实有赏金是赚了不少钱 但是对于IGV来说现在这个场面他们只能这样去换 他们能把这个 能把这团战打成这样 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小鱼过来 留一手LTK 先把你的被动打出来 狮王大招吼出来 不要省技能 一个飞鞋的猴子过来以后 小鱼第二波给上输出 还差一下 成功的击杀 猴子这拨要拼吗 猴子这拨要拼 再开一个C 不要卡位呀 这个小鱼 哎呦 Skala这个小鱼成功的把狮王给害死了呀 成功的把狮王给害死了 卡了最少三下 狮王将他自己的一级输也是送给了对方 二级输 二级输应该是回家变的 刚才死的好像是个一级输 这里一穿刺 一穿二 小鱼上来 把棒子也点掉 猴子选择是直接回家 有没有泉水添火 有没有泉水添火 这两个人也是在疯狂的在躲 落地回家以后 也是一马不停迪 在这个地方在躲 卡尔这里也是没有给这个泉水添火 CD也是留下了 狮王这里距离自己的三级输呢 还差一个卷轴钱 Skala的小鱼 现在第一件装备 选择是假腿 然后直接做了一个回音战刃 没有选择去做引刀 或者是点金跳刀 这几件装备 在回音战刃以后准备去出一个跳刀 狮王大招 吼住 天火 小鱼上来开C 鸟 Nice 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 狮王加上卡尔的一个组合 小强这样比赛的逛街到现在为止的效果还是比较一般 防御塔被拆掉以后 中路冰女 这里被给人 有标记 下路的这里 看看是Dogfast的一个小强 开皮 一个穿刺 天火在哪里 天火在哪里 一个平A 天火炸死 漂亮的一波反差 Dogfast的小强 这里反应也是非常快 那么直接选择开了一个皮 没有选择跑 再跑吧 肯定跑不掉 直接是开皮 反身穿刺加上卡尔的技能 卡尔的天火应该是现切出来的 给上一个标记以后 分队在追对方的狮王 狮王现在身上没有反引 招出一个鹰 开下视野 小鱼这里是留断了一下对方剑剩的这个追杀 那么这样狮王是捡回一条命 不会死了 这里真眼插出来 把对方的眼反一下 不过对方这个假眼是保下来了 假眼并没有掉 经济方面 狮王已经是超到了全场敌 那么在A战以后 下一条招备是准备把自己的飞鞋 慢慢的摸出来 已经只差300多块就可以拿到手了 再刷两波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飞鞋做出来 团战的时候卡尔这个点在 狮王的这个卡尔的团战的时候 效果还是相当不错 而且这场比赛Skada的这个小鱼应该说是 有点让我意外 他这个小鱼这场比赛发挥相当相当出色 每次团战在切入的时机上面选择的都非常的完美 RTG提前自己把大招处动给点出来了 并没有等到这个被动触发 看一下狮王这个大招要不要给 狮王大招没给出来 想给肩胜没给出来 第一时间反身还是给到了RTG的脸上 这里一个穿刺 这波还是被对方带走 而且不过好在 这个赏金是在另外一侧被对方这个地方拿着真假眼 给击杀掉了 赏金并没有在战场的这个上路的一个战场 那么没有给标记 这波的互换的是狮王跟对方的亚巴顿 在正面是完成了一波一换一 然后卡尔又是单杀吧 刚才这波好像是个 我应该是配合小强杀的 估计应该是配小强杀掉了对方的一个赏金 小鱼这里又是找到莱恩 这里卡尔接一发天火 炸死 nice 完美的一个收割 正好冰女也是来到了正面战场 过来去分了一波经验和经济 卡尔拿到了这个杀的人头的经验和钱 这不是最完美的一个结局 猴子这场比赛先出飞鞋的这个动作 我个人感觉还是 看个后期他能不能够把这个比赛拖下去吧 能够把这个比赛拖下去 利用这个飞鞋把自己的经济刷起来的话 这个飞鞋不算白出 要不然的话 他这个飞鞋其实出的很拖自己的一个节奏 飞鞋并不能够给这个猴子提供任何可靠的一个战斗力 因为他本身有幻影冲锋 他不用担心移速不够 他有T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追不上对方 分队还差一下直接脑死了 斯卡拉的小鱼又是完成了一波单杀 这波单杀以后 斯卡拉的小鱼现在装备已经逐渐的刷起来了 跳刀加上回音战刃以后 下要是装备 这个小鱼也是准备直接去做冰眼 刚正面的任务就交给小鱼了 这场比赛估计小鱼出完这个冰眼以后 下要是装备会做BKB之类的 我怀疑 这场比赛确实他很需要一个BKB 他开着BKB去强秒 这个强撸这个LINE是很好撸死的 没用这个 没有BKB直接把FI给撸死 主要是小鱼杀对方的LINE LINE确实没办法 太脆了 LINE之所以能死这么多次 主要是因为活得快 等级低 有天赋 看一下这里 瘦王 一个LINE的大招指出来 卡尔的天火在哪里 卡尔的天火在哪里 卡尔 卡尔这个位置 看看卡尔这里给发天火 位置并不是很理想 他是预判了一件对方的坚胜追过来的一个位置 这里一个推波 角尔这波这个团战的技能给的并不是很理想 小鱼切过来以后第一个位置并不是很好 开一个C把自己身上的这个debuff解掉 另外一侧 来角尔的这个冰墙很漂亮 直接把战场分割开 Froid自己回不去了 卡尔这个陨石放的稍微有点浪费 但是现在还是有追加的机会 跳刀过来 吹风 切出来了一个冰墙 但是冰墙是在CD当中 还差一点 被对方给上了一个 伞尸有点追不上 小鱼又是找到对方的FY的LINE给击杀掉 卡尔这里跳刀出来以后 现在身上的蓝量还有一些 再往前追 切了一个吹风 但吹风还是在CD 卡尔这波这个技能 切了很多 但是呢 能够留人的配合 他留人的人太少了 他自己一个人上去以后 吹风完了之后 如果冰墙在CD的话 他没有特别好的 其他留人的技能 如果再及时去切 这个临时去切 这个火人加急冷去留人的话 这个难度是略大的 那么一点点 但这场比赛 卡尔跟小鱼的经济赛 已经来到了全场第一第二 小强在山上是跳刀加上一个密法 下一个装备 是准备去出一个风胀 提高一下自己在团战当中的一个存活率 另外就是解决一下剑胀的这个无敌斩 解决剑胀无敌斩最好的装备是风胀 因为他比绿杖的优势在于 风胀不容易被净化掉 就是在别人点这个净化刀 去净化你风胀的时候 比净化绿杖要难一些 因为你人在不停地在动 不是很好点 这个是唯一的一点优势 大概可以帮助你少挨一刀 Sky的小鱼这里身上已经是有了两个极箭球握在手的 血量已经是来到了1800 蓝量1022 已经可以实现一个技能随便扔了 本身还有一个冰女的光环 看下他 哎呦 这个跳刀吹风加上磁暴 给的有点瞎 不过问题不大 对方这个时候也并没有人上来去留他 小鱼的下一波团战 他们应该是在等小鱼的这个冰眼 小鱼大概还需要30秒到1分钟左右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冰眼刷出来 卡尔现在的盾还有2分钟 所以在拿到冰眼以后 再去推对方的一个中欧2卡 应该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做法 现在要让给小鱼赶紧去刷 小鱼这个英雄不太适合去刷云谷 把冰线赶紧拿过来 还差600块钱 VG狗感觉情况不对 赶紧开一波 我看一下来找的是小强 跳刀 羊 一套技能 这个肯定就死了 这场比赛的观众还真是少啊 才4000多的观众 那观众都看哪场比赛下来啊 所以斯拉斯对EG 我估计这场比赛可能看的人比较多 因为国际上的这个观众的话 还是看EG的可能多一些 中国的内战估计他们看的人不多 而且我估计他们可能对于VG狗和AGB 这两支队伍的理解也不够深 卡尔这里吹风 磁暴吹中两个人 RTG这里要被架空蓝了 盾秒破 这里小鱼上来打一套 被对方给扬住了 C已经用过 看卡尔兽王在后排直接定住剑胜 这里一个天火 上外给的一般 卡尔的位置需要再调整一下 已经选择撤到了这个战场的后方 自己的兽王 这波被怼死以后 立一个冰墙分割一下战场 870波反应很快 直接是转着回来了 没有继续往前追 再往前追的话 自己要被跟自己的队友分开 这个跳刀很及时 小强这个条路非常非常的及时 直接选择车队以后 把对方的这一波 离物人的计划给打断 不过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自己白白交到一个兽王 自己交了很多技能 而且是在主动进攻的一波基础之上 没有找到机会 LTG现在是有大的 LTG现在有大 兽王这里过来 小鱼开大继续留 要准备用第二个跳了 准备用第二个跳 被拦一个技能 但是秒破 了解这一个穿刺 完了以后 看一下战场的另外一侧 站到另外一侧 卡尔小强的兵女 三个人是带走对方的一个赏金 这兵女交大招 LTG这里又要被炸空栏了 LTG又被炸空栏了 这里立场一个兵墙 分割一下战场 一个一穿四 FI这个一穿四很漂亮 卡尔一个陨石 加上推波 给的位置不错 FI好像走不出去 霸气也走不出去 站在兵墙里边 角者这个位置 再切一发天火 能不能扎到 漂亮 角者这波虽然是被杀了 但是他最后在这个位置 放着一发天火 是把转过来的一个 剑圣给收掉了 小强这里还要再找人吗 对方的人已经都活了 已经活到了 来到了战场 最终这波团战的结果 是打成了一个三换三 不过这波团战 对于VG龙来说还是转 因为他们 第一个是有赏金 第二个是 对方两个大哥都死了 卡尔的下架装备 准备去做一个林肯 那么这场比赛 目前的一个比分是23比19 上方的经济差 现在经济和经验方面 IG比领先的优势 也是这波团战被打完了以后 被拉回来了 霸气的剑圣 现在装备稍微有点寒酸 分身加上一个伞尸 再做自己的一个跳刀 斯卡的小鱼 一直没有拿到冰眼 这个挺成问题的 他其实这个冰眼 早应该拿到手里了 没有冰眼的情况下 强行对对方开团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看一下FY FY这个位置 穿刺 穿刺 接一个天火 小强这里直接跳刀走人 又是小强加卡尔的 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组合 但是他这个位置好像没有回程 他等自己的一个TP 被给上一个标记 砍一棵树 跳刀直接走 上对方的高地 上对方的高地 应该是准备要开皮 然后TP了 开皮TP吗 给上一个穿刺 等下一个TP 等下一个跳刀 开皮 没有开出来皮 第二时间开皮 被扬住 那死了 小强应该是拿到冰眼了 拿到冰眼下 要是装备去出 没有选择去出BKB 选择去出阴锤 这场比赛的小鱼 应该去做一个BKB 或者是林肯之类的道具 他这场比 虽然他能解敌吧 但是这场比赛 对方这个控制和减速 烂这个点 还是比较容易出问题 拒绝者 拒绝者 这个位置感觉需要出事 要死 再切一把技能 看一下 对方的亚巴顿过来了 跳刀走 漂亮 这边绕了一波 没有绕到对方的人 卡尔这里差一点 被对方 瓮中捉鳖 其实这波也是赖 也是怪这个 赏金打得太过于稳妥了 他其实早一点给一刀 然后直接套上一个 一个T 破掉林肯以后 直接给一个标记 对手赶过来以后 这个卡尔怎么也能杀 这个技能还是给空了 卡尔瓷暴在哪 这个RT又被架空栏了 又被架空栏了 斯卡拉这里 大招直接甩出来 陨石 砸一下 给上一个推波 看一下剑圣 开无敌斩 这里一个标记 拽到了对方 绝者的身上 绝者这里往后撤 摩一下自己的位置 双一个大招 吼住RT 小强这里开皮 断一下对方的后排 这里小猴子出的 也是分身 斧加上一个散尸 小鱼这里过来 追一下分队 分队赏金 直接被追死 这波团战 拉扯了一下以后 发现是 莱恩跟赏金 两个人先死了 斯卡拉的小鱼 跳刀过来 去留一下猴子 猴子这里 直接选择是一个 神经百变 先撤一波 小鱼再过来 找FY的这个莱恩 这里有没有C 没开出来 C被对方一套技能 打到脸上 但是卡尔的这个瓷暴 把对方的这个 RT给蓝又炸空了 卡尔这个瓷暴 每次都能够炸到 RT给身上 这波团战牵扯了半天以后 那么最后的一个结果是 IGV应该是要死一个小强 IGV最后死掉一个小强 那么其他队友 回来选择去打盾 等于最终的一个结果 是小强死了 对方是一个赏兵 加上一个莱恩死了 然后莱恩活力比较快 蓝这套比赛已经死了十次 这个也是多亏自己 这个减三十秒的服务时间 小鱼带盾 这个团战还是卡的飞起 这里瓷暴给出来 小鱼拉揪 拉揪的好像是对方的 这个猴子 这里一个神经百变走人 但是状态已经空了 双王大招 猴主玩FY很精髓 对方唯一一个靠谱的控制 被顶掉了 绝者这里一个冰墙 留了半天对方的人 卡着一发天火 不过这个天火 放的这个位置有点蒙奇妙 他应该是猜了一下 对方神经百变的一个位置 87开转往回走 开分身扶 接着往回走 小鱼跟上来冰眼 留住跑不掉 强行怼死 小鱼这里在跳楼上来以后 去留一下分队 留不住 分队这里回身给了一个标记 不过标记小鱼好像没什么乱用 这波打完了以后 小鱼现在身上的复活盾还在 而且卡尔现在状态非常的好 卡尔的天火在哪 天火在哪 天火在哪 没有第一身给天火 这里一个吹风 RTK选择买活来到战场 再打第二波 IGB这些人的状态稍微有一点残 标记给的数量有点少 只有一个小强身上有 这样不存在往前追的一个可能性 只是守住了自己的这波高地 VG狗这波团战打的 还是比较坚决 在守高地方面 但是 你的这波买活也就宣告你自己的 接下来的一个装备 一吃半会做不出来了 另外就是FI这场比赛 因为活得太快死得太快 所以他这个经济 经济真的是 能有5000多的经济不容易 很多都是跟着这个赏金喝汤喝出来的 这场比赛也是一道团战就PPD 这个没办法 比赛当中就有什么 卡尔一发天火能不能炸出来 nice啊 秒掉了FREZ的猴子 分队的赏金这波也要死 还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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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反引吗 没有反引吗 开出三级说 一个V直接赖走 冰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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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的一个吹风 加了一个凌冬瞬节 直接把这个冰线A上去 冰线直接往上走 小鱼这里直接上高地 去把你的冰线给你断掉 不让你这个冰线往外走 最快的把自己的冰线带上了 直接是扛上托拉保护强拆了 因为有兽王的光环的情况下 这帮人攻速比较快 尤其是一个近战的零桌 小鱼这里上来打晕 RTG这里大招被打出来 小鱼拉住 卡尔给刺爆 RTG这边又空完了 然后RTG这场比赛 整张比赛几乎就没有过蓝 这蓝给一个参刺 不过对方已经有了林肯顶掉 小鱼这里下一个C的 CD已经赚好 开启 再打一波 身上还有盾 卡尔这里直接把对方顶回到泉水 自己的队友接着拆对方进入高地 IGV这场比赛在拿出了拘约者 卡尔以后也是事无迫如 下一场比赛 VG前两手应该是要搬掉 应该是要搬掉卡尔的 应该是绝对的卡尔吧 应该是一二手搬卡尔 然后 另外一个班人应该还是要搬这个大胜和 大树二选一 VG下场真的搬成前两手应该是已经定下来了 绝对这个地方被变成一个鱼 直接干死了 还没有放弃 VG这边还没有放弃 小鱼这边要选择过来收割 但是没有找到收割的目标 有点僵硬 赶紧跳走 这里 这个冰女一个跳刀把对方秀了一下 先扯见对方的一个精力 瘦王这里被带走以后 看看卡尔 卡尔是一个飞鞋来到战场 这里一个吹风 直接配合小鱼干死对方的一个剑胜 感觉这波好像卡尔来不来都那么回事 小鱼自己已经把对方给打崩了 小鱼这波自己打了 冰女打了2700的时候 小鱼打了1500 刚才冰女 大招在哪放都没看见 眼瞎了 星际玩家了 这个播了一篇 确实现在眼睛瞎了 眼睛现在看什么都是 花的 塞到这个小鱼 这里撒一个粉 看对方隐身的单位 这里再给上一次爆 这个游空来了 这场比赛 我听见整个整场比赛就是没有来 小鱼这里也被对方 又是一个天荒 扎到吗 没有扎到 有点可惜 正面战场这里猴子的装备 现在还是一个分身虎 加上散尸 下一条装备 准备直接去做一个冰眼 这个道具 野怪里面 没注意看到 那个位置 冰女 冰女 现在是跳刀 加上一个微光 卡尔这里 一个吹风 没有吹到人 现在卡尔的经济 是21750 这波买活 其实挺亏的 买活 他这波买 买不买活 其实对方 这波的团战 都已经打输了 斯卡拉的小鱼 现在已经挡不住了 然后他买活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买活了 还没推掉 对方的这个上路高地 这个多少有点亏 感觉好像 IGB并不打算走 还是打算要继续推 现在在卡尔 等了一波 卡尔的技能CD 撞好以后呢 应该还是可以 直接去把对方 这个高地给破掉的 死灵叔的CD 也撞好了 关键小鱼 现在装备太豪华了 下路 这里卡尔就过来 找了一下对方的猴子 看到这个猴子以后 磁爆被对方躲开 卡尔一个推波 看看能不能找到本体 这个真身 兽王大招跟小鱼精 全都给到了 对方的这个金猴子身上 这猴子再开一个幻象 直接给上一个陨石 一个推波 点死 又是拿金猴子 骗了一波 骑到了这个小鱼的注意力 但是卡尔的技能 给的还是比较准 这波打完了以后 猴子80多秒复活时间 可以从下路直接推过去 因为下路的兵线最近 这样子对我 就是不想让我睡觉 标准的不想让我睡 游戏现在已经 这个BO3已经飞掉打满 观众都已经从三千人 已经睡到只剩五百五十人了 就是不让我睡 然后TK 呦被炸过来了 然后TK这样比赛 然后TK这样比赛 就是我的标题了 我给你加 这里肩上那个无敌斩 斩掉了好多的兵 看一下随便跳到树林里边 放一个大招 直接砸死对方的一个V 霸气在人群当中 也是被定住了 动不了 然后TK这里大招被打转 以后就被小鱼拉住 直接带走 G 恭喜HP 扳回一场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打成一比 呃 还是睡表觉 然后给大家去做最后一场 BO3的决定局 好吧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播到这里吧 我们来看下最后的一个输出 呃 看下最后比赛的一个输出 这场比赛 那么 最后的输出 卡尔是打了 2万9 其实输出打的都不是特别的高 不到3万的一个输出 小鱼打了2万5 酱油打的输出也比较多 那么 双方打了1万6 然后冰女打了1万2 双方 小强打了1万 小强能打1万输出 挺不容易的 灵杀 十死 十九助攻的一个赏金 灵杀 六死 十助攻的 LTK LTK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绝望 哈哈哈 好 这场比赛 和大家录到这里 咱们直播继续 等待双方第三场的比赛 我们稍微休息 一会儿见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和积极的打赏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欢迎大家收藏一下我的频道